奥运跟我们家庭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爷爷是热爱体育 我父亲也选择了 跟着我爷爷这条路走下去 参与香港奥委会 国际奥委会的工作 我现在第三代 我也参与奥委会当副会长 无论在工作 在生活跟奥运 这个五环是分不开的 而且我爷爷一直灌输的是 希望通过体育可以凝聚人心 我们中国经历了两次的善奥过程 那一次对我爷爷的打击很大的 因为他满怀希望 他奔走 他到处去游说 他是希望可以通过体育 帮助中国在国际地位的上升 参与中国奥运会 29届 参与 参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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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会还在我脑海里 非常之骄傲 美京奥运会的生活 变燃了 08年的时候 也去了鸟巢 在那么壮观的一个地方 有六万人一起站起来 升过旗 唱国歌 可以说是人生这种骄傲 到了一个极点吧 第209届奥运会 与此三米跳板的决赛 现在就负责冠军的国际地 虽然不是我第一次拿奥运冠军 但是在自己家门口 可以拿冠军的感受 意义是非常的不一样 我觉得也是因为 北京拿到了奥运的主办权 才给我这个动力 去参加多一季奥运 好像一个使命 自己一定要去做的 香港今年国会二十五年 我是充满信心 我在未来 香港跟国家的联系 会更加更加的密切 我们中国现在是越来越强 除了体育赛场上 我们在不同领域上 我们的航天员 我们的军队 科技人员 在世界各个领域 我相信 我们绝对会拿到 很多很多金牌的 这个也是对我们国家 也是对我们自己 文化的一种自信 有关系的 也设立的 有关系 看来 我们为了 我们下期见 试图